失業的人口或人事 這些通常 當然 失業首先是 labor force 裡面 即是15歲或以上 有能力 亦都願意做事 所以他願意做事 即是他還想做事 因為如果不想做事那些 其實就不用 labor force 的 但想找事做就找不到 即是沒有一個 formal job attachment 也都不是自顧人事 也都不是自己做老闆 是available for a second work 的 即是有能力做事 即是不是身體缺陷 或者讀船職的學生 那些 即是不可以做自己的 也都想做事是seeking work 的 這些屬於unemployed person 當然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 labor force 裡面 沒有東西做的那些 屬於unemployed 的 所以都講清楚 下面的如果是 not available for work 或者是 not able to work 我們就不當是 labor force 裡面 就算他沒有東西做 我都不當是unemployed的 不當是失業的 也都講過是 full time student 無論是像你們這樣 如果是15歲或以上大 都是全職做學生 就是大學生 全職大學生 我都不會當是 labor force 的 就算他有東西做 我都不當是 labor force 的 就不會計算 或者沒有東西做 都不當是unemployed 的 house wife 都是 full time 的 就是沒有做 part time 的 seriously disabled 身體缺陷 formally retired 正式退休人士 或者不做事 不想找工作做的 這些就不是 labor force 裡面 就不可以叫他unemployed 就算他沒有東西做也好 好 好了 計算unemployed 也是一個問題 後面講到 我們經常計算 多嚴重呢 我們就計算失業率 失業率就是計算 percentage unemployed person 而就是 labor force 就不是計算所有失業人士 在人口裡面 是計算 labor force裡面 有多少百分比的人 失業的 所以失業率就是 把unemployed population 或person 除以 labor force 計算是100% 計算是100%的 如果寫這個formular 有時候會有分的 但很多人沒有死100% 就沒有分的 但留意 labor force 其實是包含了 nemployed 和nemployed 所以這個顏色 可以幫你計算 其他一個 給了你 有一個不知道 可以用其他三兩個數 或者三個數 計算其中一個 好了 我們試試做 我們假設失業 人口有1000 就人口有3000 就業不足人口有500 15歲或以上人口有6000 那究竟那個 unemployment rate 多少呢 或者under employment rate 多少呢 留意一下 我們首先可以計算 是 labor force 的 無論是失業率 或者就業不足率 都是在 labor force裡面 有幾年是失業 或者有幾年是就業不足的 所以一定要計 labor force 這個顏色是個分母 這個上面很多的數字 所以很多同學 就將失業人口 就業人口 還有這個 受業不足人口 都計算了 有些人更加離譜 用了計势所 15歲或以上 是應該計算employed 加unemployed的人 才是我們的 這個force 所以這個force 應該是1000加3000 就是employed加unemployed 就是4000而已 很多人加上500 而且數字 以為有一個 under employment population 以為是第三類 其實under employment population 是在employed population裡面 所以要小心一點 就業不足人口 其實是在就業人口裡面 如果再計算500 就重複計算了 重複計算了 所以unemployment rate 就是 labor force 有幾多百分比 的人士是失業的 所以unemployed population 是1000 除了Nable force 就是4000 記得乘回100% 等於25% 自己把那些書 寫回到那些書 記得寫來是息 因為你對於1書 就知道怎麼計算 接著看看 這個under employment rate under employment rate 其實就是Nable force 有幾多百分比的人士 是就業不足的 所以純粹加了 under employment portion unemployed population 就是就業不足人口 是500 除了Nable force 先算到4000 500除了4000 乘100% 記住 就是12.5% OK 這個跟unemployment rate 沒有關係 因為就業不足 其實是在就業人口裡面 其中一部分 就是要計算 如果要計算 就算 你看到MC 也要計算 或者Question 也要計算 例如會考 和DSC sample paper 你可以試試計算 計完回來才對 可以訂了一個video 好 如果你計算 我便是對的 根據上面的data 哪個是對的呢 就是一個Nable force Nable force Nable force 就沒有給你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 15歲或以上人口 應該是N poin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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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Nable force 960萬 是錯的 所以A就錯了 B呢 B呢 Under employment rate 就說是20% 這樣計算吧 是將就業不足人口 即是160萬 除以 剛才計算到的Nable force 就應該是 800萬 所以成為100% 應該是20% 所以就業不足率 應該是20% 所以答案是B 多來看看C C呢 就算失業率 就算了 失業率 就將N point 除以Nable force 即將120萬 除以800萬 記得成為100% 應該是15% C呢 是12.5% 就錯了 應該是15%才對 多人D呢 也說失業率 是16% 也是錯的 不過很多人 以為CD 是誰對 是錯的 可以兩個都錯的 樂意 不可能是兩個對 但可以兩個都錯的 所以小心點 就是B 其他Lable force 就是計算 employed 加unemployed 千萬不要計算 underemployed 所以答案是B 第二條 就是解決這個 幾乎 如果 unemployed population 是30萬 underemployed 就是6% employed population 是多少呢 其實是解決的 所以說 Lable force 裏面 有6% 是 就 就 就等於30萬 那你可以計算 employed population soul unemployed population 等於6% 等於 unemployed 除了Lable force 是100% 接著 而這個 U 其實是30萬 可以收入U 下去 接著 Lable force 就等於 employed unemployed employed U 就代表了unemployed soul diagram 就是6% 等於U over E加U 超乎100% 收入的數字 只有一個anone 就是employed population 那 再算一下 其實應該是470萬 以後這個答案 就是C 對嗎 簡單來說就是C 就這樣計算 所以當然要認識 那些formula 才可以計算 你慢慢就計算 好了 我們計算的 unemployed rate 後面就說到 這個失業率 什麼時候會變呢 如果是一些 event 情況 你要知道 你也知道 這個失業率 會升還是跌 這個經常問到的問題 這個答案呢 就應該是C 對他